你是直播电商呀 新兴行业呀 对不对 说我是做直播电商的 对呀 好人家肯定他们就肯定会说 哎呀 你就适合做这个 你咋多漂亮一个女孩 可以这样回答吗 叔叔阿姨呢 可以啊 可以这样回答 就比如说 富哥没在我旁边的时候 别人问我我是做什么的 我直接给他说我是做直播电商的 对呀 可以吗 这个是一个新兴行业呀 新兴行业的话 你在做这个 等于是你跟上了这个 可以啊 跟上了这个时代的潮流 小冯妈妈送金这个礼品戴上 我那个项链吗 那项链 好 在你妈妈那不是你妈妈给你保管的吗 他给我了 好 给你了 没事 带不带没关系 他送给你的 这个不重要呀 对啊 对啊 这个不重要 对时代的潮流 做直播电商 哎呀 自己 人家就会 他们就会说 平直这个小女孩 聪明 是不是啊 我不会觉得我不误正业吗 为什么是不误正业呢 他不了解直播的话 他会觉得直播是一个不误正业的 你觉得成都人成都的 人他会不了解这个吗 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平常也看直播 不跟可能不跟你们这边小地方一样 我害怕他误会以为我那种唱唱跳跳的那种 电商呀 你是电商呀 我说电商是吧 电商是什么 带货呀 我不能说我是做直播的 我就说我是做电商的 对啊 我还把他误会说我是那个唱唱跳跳的 就是那种 你还可以如果他们不信你可以把你那个 你这个你的号拿给他们看 你看我现在几十万粉丝了 那你有几十万粉丝 你不是好几个号吗 对啊 加起来有几十万粉丝 我不能去炫耀说我好几十万粉丝 没有啊 你不是炫耀 自己有基地资产自销多好 对我就说不行 那果园也是副歌送给我的 也不能拿来说 我自己做拉肉卖呀 我说我是做拉肉的 到时候晚上肯定到时候要煮拉肉吃 到时候我就会说 谁谁谁 这个你们试一下这个拉肉 我先不说谁做你们试一下好不好吃 吃了过后 都说好吃 那你们知道他是这是谁做的吗 然后 然后我就会给他们讲是你做的 亲手做的 我努力一点争取做一个腊肉铲 哈哈哈 可以啊 是不是有点像做梦的感觉 我争取自己多卖一点拉手 我以后我就做一个腊肉厂 我支持你呀 你支持我呀 叔叔阿姨 你们觉得金芝他说他 要 多多做点拉多卖点腊肉以后做个腊肉厂 你们觉得这个可以吗 可以的答可以 但是我做腊肉厂 不是像我做电商的人很多吗 我就去多去认识这些人让他们帮我卖腊肉 然后我就做一个就是生产腊肉的老板 我负责我负责 你就是品牌方 对我我来做品牌方 可不可以说啥姨们 可以吗 想做呀 不想 不做 想去想做 但不做 为啥 因为 做腊肉 需要钱呀 哈哈哈 那拉肉厂 哪是什么 说做就做的呀 我那个 我之前我是资产自销 我是小的小的做法嘛 相当于是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拉肉厂是不一样的呀 做拉肉 做拉肉厂的话 他各种要去办很多很多自制啊 然后比较麻烦 还要跨 就是反正有点复杂 然后还有就是说拉肉厂的话 你一年你得销售个好几万斤 嗯才能 才能 相当于是才能挣钱呀 然后还有我 然后还是觉得还是挺想做的 但是 叔叔阿姨 你你们感觉到没有 金芝他肯定想过这个事 想了过后 你看啊要要卖多少才才能挣到钱 还是怎么样 他肯定是想过的是不是 对 有没有你们觉得呢 有的咱们扣个一眼 机场老板 那个那个机场那个事情 我其实我之前我就想过的 我想的是我做拉肉直播卖嘛 嗯 然后我们 这边有很多人也会在网上卖拉肉 嗯 然后我想那其他人很多很多叔叔阿姨 就像那什么我做拉肉给叔叔阿姨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想把品质 想把好的东西 拿来 卖给咱们外省的叔叔阿姨 然后这个目的 但是我的流量很小 就是认识我的人很少 然后如果说我 做一个拉肉厂 像那是我去给别人供货 我在品质上去把控 让别人来帮助我 在网上去销售再卖给叔叔阿姨 那就有更多的叔叔阿姨去 吃到正宗好的拉肉 所以我才有这个想法 就是要不我做多做一点拉肉 让其他的一些 就是网红啊 主播呀 然后让他们来 卖东西 然后我 相当于我做他们的拉肉品牌方 之前我想过这样子的 事情 网上好 那个牛奶奶 网上好 之前就这样想 金冰叔叔网上好 对你们都来了哈 现在八点多了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金子想 非得叫我来开播 然后你说说金子 你有这个想法是好事 只是想想 只是想想 好的 赖叔叔 我到时候叫金子给戴上 好不好 想做就去做 但是还是因为有投资就有风险嘛 我也怕这个拉肉厂做不好 然后又找不到那么多叔叔阿姨来买呀 然后我就会觉得万一做不好怎么办呢 做个腊肉厂的话 你肯定要 考虑很多东西 对吧 像我们做酒一样 我们有酒厂 酒厂要从原料入手 对不对 要高粱 然后包括水 很多东西都要去做 都要去 更深的去研究这个东西 不是像你做腊肉厂 无非就是猪 然后肉 对吧 然后你的加工工艺 品质 对不对 无非就是这几个方面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销路 你要卖的出去 它才是钱 你卖不出去的东西 它都不是钱 办一个腊肉加工厂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事 对吧 但是这个肯定是需要去 没有 我真想想 不想了 不想了 我只是想一想 没事 有梦想是对的 对吧 叔叔阿姨 你们都说要叫金子戴上那个 琥珀坠子是吧 明天金子去你家吗 明天啊 明天我看吧 明天我们先到成都不知道几点了 如果说6点以后的话 可能就不去了 就倒肉先去 明天就不管什么时候倒 我就先不去 先先去送腊肉 对 这个小子送腊肉 对 先把腊肉送了 因为那个腊肉 人家 听到这里 总是要送到人家手上 然后 然后啥 没事 你明天的行程你来安排 你叫我 到哪我就到哪 好吧 好 咳咳咳 腊肉 那腊肉 你叫什么名字 那你准备 哈哈哈 不开腊肉茶 嗯 不开 不开吗 不开 哪有说什么想开就开的呀 除非我自己能保底能卖一万斤腊肉的时候 哈哈哈 哈哈哈 今天还是卖了一点啊 你卖了几千斤吧 卖几千斤 那也不错了呀 你卖了几千斤 做腊肉茶 夫妻分隔两滴不赞成 哈哈哈 赖叔叔说 今天我们去他妈妈那吃了饭 一起陪他吃了饭 然后我们再过来的 嗯 目前不好的经济环境下 就是你改与串业本身就值得敬佩 那没有理由去怀疑和抵抗 所以你的资金很关键 将来给小副管兴护酒窖 我是觉得 夫哥也不仅仅就是限于在做酒这一块呀 对 还有其他串 然后也不一定说 你非要一直就在成都哪都不去啊 对啊 哪发展好 就哪发展项目 对吧 就像别人超市全个连锁对吧 对 我们全国有十多家定了 对呀 我觉得 反正你要想去做一个事 你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项目啊 你要先把它计划好 你要预测它的风险 知道吧 然后再去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弄 你修产你肯定要有地 对不对 那有很多事需要去办 这个这个这个都是 以后的事 以后的事 我现在 现在我只是那么一说就随便那么一提 没有说要去做 叔叔阿姨们那个咱们现在多少张了 6.1万张了哇塞 嘿嘿嘿 感谢你们啊 嗯 要不下了吧 有点累了是吧 那我们就下了呗 好吧 我送你回去 本来明天我们就要 就要去成都 阿姨们你觉得我们下了好不好 好的咱们打个好 因为明天要去成都 怕到时候我们休息好明天不安全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好呀 早点休息啊 那我们到时候到成都了再给大家开播好不好 好好早点休息吧 那行 怎么样叔叔阿姨们 咱们全屏飘起来巴巴 然后我们成都见 不见不上 叔阿姨 再见了拜拜 拜拜 一路顺利啊 好的 谢谢叔叔阿姨们的祝福 拜拜